法國一名女子結婚多年 席下午子 她開始進行以稀做成的塑膠娃娃 這些娃娃不論皮膚觸感和氣味 都像得真的小孩 後來這名女子無法分辨真假 將這些假娃娃勢如己出 直徑走火入魔 新手媽媽跟唱兒歌 親生幸運 後生一孩 54歲的阿娜蝦初為人母 但她的女兒絲毫沒有回應 她既不會哭 也不會鬧 沙發上一家六口 這個大家庭看似幸福 實則已假亂真 因為這一對法國夫妻的孩子們 全都沒有生命 一旦黑暗 我當然要睡在黑暗 然後我看進去 然後我現在都要哭 我現在都要哭 這些玩偶被稱為代身寶寶 不論皮膚 頭髮 甚至是氣味 都比照真人製作 只是他們毫無溫度 不會笑 也不會哭 阿娜蝦卻假戲真做 樂死不疲 阿娜蝦從小父母雙亡 和麥可結婚後發現博育 夫妻倆從此陷入 膝下無子的遺憾 直到一天 朋友的這段話 讓她找到全新的動力 就這樣 阿娜蝦以假亂真的孩子 越養越多 她還一一命名 九日九日 阿娜蝦已經分不清真實與虛假 她不自覺 眼神膜礙 沉浸在妄想世界 阿娜蝦天天忙得不可開一招 娃娃們成了她的心靈寄託 如夢似幻的場景真實上演 阿娜蝦滿心喜悅 深深感覺自己真的是一個 幸福的媽媽 阿娜蝦在她的心靈寫 她說 現在是結束了 我已經很慌了 我已經很慌了 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心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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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蝦越來越無可自拔 這一天 她們盛裝打扮 全家出動 準備林雅另一個寶貝 小孩子 有太多了 你可不可以跟她一起 迫不及待 踏上期待已久的這趟行程 阿娜蝦一路上 膽眼雀躍 她們驅車來到 專門製造再生娃娃的地方 一踏進育嬰室 阿娜想立刻被裡面的孩子們 深深吸引 當中她一眼看見一個女娃 像是看到幼年的自己 阿娜蝦好像回到了當年父母雙王 孤苦無一的嬰孩時期 她仿佛抱著她自己 在虛幻裡重生 尽管常人無法理解 詭異行徑更常引來異樣眼光 但阿娜蝦不以為意 甘之如疑 繼續活在真假難變的 虛幻情情裡 阿娜蝦不以為意 阿娜蝦不以為意